美国印6000亿美元救市 尿热钱海啸 新兴国家炮轰 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昨天清晨公布 全球瞩目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决定释出救市的资金 比市场预期5000亿美元还高 达到6000亿美元 由于浙江掀起另一波热钱潮 引发全球新兴国家 骂声连连 美国是因为国内经济复苏缓慢 失业率居高不下 才决定实行第二次印钞救市 联准会将印6000亿美钞 买国债亦入经济 但美元泛滥将形成热钱海啸 袭击全球金融市场 包括石油 黄金 大豆农粮商品 都将大涨 引起突破膨胀 其他国家的货币汇率 也将因为热钱涌入相继走升 如台币汇率 在昨天盘中一度大升4.1角 冲到1美元兑30.24元的价位 央行伟坛组生才收回30.59元 不过30元整数关卡的防线 岌岌可为 虽然美国强调会确保通膨符合水平 但热钱涌入新兴市场 让房市 股市等资产泡沫的风险大增 中国官方新华社痛批 美国将引发新一轮的全球性通膨 威胁到中国与世界经济 巴西也警告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就像癌症一样将迅速蔓延开来 不过专家说 联准会这次救市金额不到上次的一半 而且美国应该早与主要经济国家达成协议 所以应对全球经济不会有太大影响 但以出口为主的台湾 仍要防范热钱 因为热钱进来 对于这种经济的泡沫化 多少会有影响 从央港这两天的表现 我是觉得表现不错 让台币维持在一个 相对于我们外貌 比较有竞争力的这个价位 是很好的 众新闻综合报导